歡迎樂長與小型格遊生後頻道的樂長來了 聽說你有準備一些被詐騙的案你要來分享嗎 喔對啊其實也不算被詐騙啦 就是以前流行現在還是流行的一頁是詐騙購物網站 那它的概念就是你可能在Facebook看到一個廣告 那你點進去它就只有一頁也只賣那個商品 那這個商品通常就是一些看起來名不經傳的商品 那這個我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們曾經有買過一個拖把 那個拖把號稱就是說你可以不用手洗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拖把它是一個要900多塊 那實質上呢你上網搜尋一下就發現這個拖把其實別的平台有賣 那別的平台可能就是買個三四百塊這樣 那這種詐騙呢其實一夜市詐騙我想大家很熟悉 它大部分都是貨到付款嘛 然後你的退貨也比較麻煩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跟前提媽去紐約 那在那個紐約那個時代廣場 最透明的地標 對沒錯 那那個時代廣場就會很多那種街頭衣的 那它都會穿著就是可能是鋼鐵的那種打扮 那你就會想要跟它拍照 或是遊客會想要跟它拍照 那基本上我是不喜歡這種拍照 因為我覺得很無聊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呢 然後是我們移到了那個時代廣場 然後呢就有三四個人朝著我們走過來 那這三四個人就是穿著那種卡通衣服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 對有米奇 但是也有芝麻界的那個 那個藍藍的那個 叫什麼名字忘記了 反正就是芝麻界的人 Cookie Master 對那他們就走過來 然後很親切喔好像就是 像我們遊客嘛 他很像就是要幫我們拍照 就是這個後面那個 Times Square 那個三角形的那個建築物 然後我們那是 一開始有點愣大 就把相機給他了 然後拍 然後拍完之後呢 他竟然也跟我們邀小飛 大友無聊 不就不可以感到消失 就是這一個太多小明星的 我覺得有一個好東西 不就不可以感到人家 然後那個圖韦 然後就在這裡 用刷物 突然從刷物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